媒体自己咋就上杆着被骗呢 说起自己的经历 郭先生一个劲的说 大意了 郭先生今年44岁 他通过一家婚恋交友网站征婚 10月26日 一个名叫王宛如的女孩 跟他联系上了 两个人聊了有五六天 就是感觉挺投机的 然后聊了五六天以后 是11月1号吧 然后那天晚上 问我晚上有没有时间 9点到10点 一周沟通下来 郭先生觉得自己与这个名为 王宛如的女孩非常投缘 而且这个女孩还说 自己将在20号来沈阳定居 郭先生便认定了 要与王宛如好好相处 在约定好的时间 郭先生与王宛如通了电话 然而王宛如却提出了一个请求 她是在澳门工作 有一个博柴网站 就里头有过重庆实施财 这博柴网项目说 在她的技术维护 发现了个漏洞 就是按她的下注投注方法吧 是稳赚不赔的 郭先生说 王宛如希望她帮忙 在一个投资网站上下注 投注的钱款 都由王宛如自己支付 郭先生只是操作一下而已 随后在王宛如提供的 种种证据显示 回报率超高 这一点让郭先生有点动心了 当时他也把盈利钱提现了 到银行卡那个短印提示 都微信上都发过来了 刚开始我也是被骗 我存了200块钱 然后提现100能提现到账了 又存了39000 这39000今天晚上 就是存进以后也赢钱了 然后我想我也提现 这就提不出来了 当郭先生发现钱款提不出来后 便觉得自己可能被骗了 他在登陆投资网站时 竟然发现自己已经没有操作权限 然而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一时之间 王宛如这个人也消失了 记者也试图与该网站取得联系 但都没有结果 郭先生再次登陆婚恋交友网站时发现 这位名为王宛如的人 已经被网站设置成为黑名单 这肯定是又骗了其他人 不光我一个 有人举报了 所以被加黑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